像我们来讲解实力养成五支六页第十一题 那么这个题目同学一般来讲 如果看到他的数 他要求的是 他已经知道他的速度变化 然后他要求他的作用时间 一般的同学立刻就会想到说 我现在可以直接利用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还有等加速度的公式来求他的作用时间 那么可是实际上这一题是不行的 为什么不行呢 最主要是因为他是变力 我们知道变力的话 他就不是等加速运动 所以我们当然就不可以这样的处理 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在第五章所教的 我们可以用他所谓的动量冲量定理 冲量冲量定理的话是 冲量J等于动量变化 那么这个动量变化就是MΔV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到在这边 因为已经知道速度变化 又知道他的质量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求的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那冲量应该怎么去求他呢 那这一题因为是变力 所以你不可以直接用作用力乘以时间 那我们必须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必须要做图 做什么图呢 做我们在课本里面有讲到 就是做ft图 ft图 好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说 如果说他是力量是均匀 从4牛顿增加到8牛顿 所以来这边是4 这边是8 那么他的时间如果说是t秒 那因为他是题目里面有告诉我们 他是均匀增加 均匀增加的意思就是说 他应该是一个直线的变化 那么当我们ft图画出来之后 这下面的面积就是他的冲量变化 好 那这冲量变化 我们可以算一下他的面积 他的面积基本上就是二分之一 上底加下底再乘以高 好 所以基本上这一段就是等于6t 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带回来 就会得到说6t等于m的话是3公斤 好 那么他delta v的话是18再减掉10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立刻得到t是等于4秒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猪